这个叫做单人棋 它的玩法就是只能留下一枚棋子 并确保这枚棋子在正中间 现在我就用最少的步骤给大家走一遍 每当我们走一步 就可以拿走跳过的那枚棋子 就看我们能不能静下心 如何去思考才能盘活这一盘棋 能走到剩一颗 并且保证在正中间的人少之又少 有些人走完这一盘棋 会剩六颗七颗甚至八颗棋子 而有些人会剩两到三颗棋子 这就是单人棋的奥妙所在 你需要精心的布局 合理的考量 简简单单的一盘棋却反映出很多人生道理 人生如棋千变万化 一子落挫满盘结束 无论自己占有多大的优势 一个或轻或重的闪失 都会对自己带来极大不利 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之外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胜负取决于谁比谁能更想到长远的一步 需要交际的场合 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和意图 扬长必短及他人之所需 传说在二百多年前 有一人因为棋意太高找不到对手 于是设计出一种 一个人可以自己玩的棋 叫做单人棋 他与华容道和魔术方块 被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大不可思议 这局棋老人成人儿童都可以玩 锻炼你的耐性逻辑思维空间能力 人生如棋且行且珍惜